對於明年的台股的看法還是非常的樂觀 台灣股市目前的一個本益比來看的話 大概在13.5倍 台股只要回到長期平均15倍的本益比的話 指數就可以上看2萬點 2021年的企業獲利來到4.2兆台幣 增長了75% 台灣明年的這個GDP預估還是有大概4%的一個成長率之下 我們相信這個企業獲利還是可以有一個不錯的成長 那再向創新高的一個企業獲利 自幣也會配發很好的一個股息 那當然在這個年組會開始升息的趨勢之下 股市震盪會加大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在區間上來講 是2萬到1萬7這樣的一個水準 比較可喜的就是說 在全球包括莫德納、BNT這些疫苗大廠 它的疫苗供應量增加 還有像是默克、輝瑞 它的一個治療藥物的上市之下 我們認為困擾全球經濟兩年的疫情會逐漸的退去 經濟活動會衝回正軌 那供應鏈因為這個疫情造成了所謂這個塞崗 車用晶片的一個缺貨等等 也都會陸續的恢復正常 所以呢通貨膨脹 雖然現在看起來是比較高 但是呢隨著供應鏈逐漸的運作恢復順暢 這一些供給側的一個通膨 也會逐漸的一個舒緩 2022年的一個這個台股展望來看的話呢 我們在整個國際 整個經濟 恢復一個就是正常的一個運行 供應鏈恢復一個正常的運行之下 我們覺得是很可以樂觀期待的 希望大家忘記當中 一 upcoming會 家淡媽书 嗨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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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